大家好,我是Jim Rai-Shin Dex,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Jim Rai-Shin 2018年的Ultraman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相信大家都在關注 包括我,加上今天官方已經開放了首個PV 於是我就稍為總結一下新的Ultraman的資訊 在我正在主題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留覽我的頻道的話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Ultraman Karmen Rider和Doragon Boro的題目 同時都會分享一些跟特色和日本文化有關的話題 如果你覺得我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的影片出去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去年就跟大家分享了2017年的新系列Ultraman Ultraman Judo 時間飛逝又一年 今天要講述的是7月將會在日本播放的新節目 最新系列的Ultraman Ultraman Rob Show給大家看看最新系列的Ultraman將會是怎樣的樣子 Check! OK,我還以為我看錯旁邊 還以為這個是最新的Karmen Rider 不過Build好像還沒結局 OK,我發現我是沒有眼花的 這個真的是新系列的Ultraman 再看看他們的變身器和裝備 我就知道 Ultraman已經回不了頭了 這次的Ultraman可以說是相當特別 因為是兄弟黨 所以當年Ultraman Ryo裡面的Ryo兄弟 可以說是第一隊出現的親兄弟 不過Azra始終是一個Karmen 而這次的新作分別是有 阿哥Ultraman Rosso 和小弟Ultraman Rubu一起上陣 相信這也是史上第一部出現相主角的作品 我們先來講一講的造型 首先是Ultraman Rosso 一開始有很多人都說這個是Ultraman Taro的兒子 但是我看到當時的造型之後 直覺告訴我應該不會是這樣的設定 首先Ultraman Taro說六支牛角 為什麼來到新的Ultraman之後就會變成直覺呢 還有那對眼的造型都不一樣 完全就不像是Taro的兒子 不要告訴我這個主角是為了他媽媽 而不是他爸爸的這種屎巧 與其說他像Taro 倒不如像Zero 雖然他沒有Zero的狗窄長頭髮 所以當很多人在鼓吹這些所謂的消息的時候 我是不會相信的 我只相信官方所發佈出來的消息 我抱歉好像說得很淺 其實我只不過是想說 沒有什麼可靠的消息 我通常是聽過就算了 JACK 好 再來就是Ultraman Brr Ultraman Brr雖然不像是過有兩支角 但是這樣有一個頭型配上一個藍色 不知道怎樣 我第一時間就覺得他像Rockman X 你不覺得他們兩個真的好像Rockman X和Zero的嗎 又剛好一個是藍色一個是紅色 順便在這裡幫我一下大家 Ultraman Rosso是火屬星 而Ultraman Brr是水屬星 現在名字的由來就是屬星的稱號 Rosso和Brr在以太利文是讀解火和水的意思 JACK 這次這個變身器 居然是與Obru有莫大的關係 居然是將會出現Dark Obru 那這個Dark Obru和之前的Obru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那個是光之巨人 而這個是暗之巨人 怎樣也好 相關的資料有待確認的 我們先說回來這個變身器 基本上人家體會在變身器裡面放入Rubu Crystal 再看到就會變成Ultraman 不同的Rubu Crystal就會變成不同的屬性 而身體的顏色都會跟著改變 可不覺得他的鏡頭也有奧式的裝備 加上他們也有屬於他們的武器 Rubu Slugger 就知道Ultraman已經是正式搭入納箱的時代 至少過去的Ultraman一開始是不會有武器 而是通過戰鬥或是劇情才獲得 這次官方告發公佈了他們的武器 可想而知如今的Ultraman 逐漸步Carmen Rider的後塵 我承認是要變成了之後 才可以跟著他的時代走下去 就好像當年Carmen Rider大主變的時候 一開始也有很多人是接受不來的 但現在已經成為日本特攝系列裡面 最高人力的一部作品 說句諷刺的話 正因為Zumraya對Ultraman Series的製作 一直都秉持自己的風格 以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 導致最後整個集團都被收購 或者現在我們未必能夠接受正在轉型的Ultraman 不過我慢慢就會習慣了 至少我是這樣安慰自己 Anyway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對新的Ultraman有什麼看法的呢 不妨在影片下留下你的Message和我分享 最後再多謝大家的支持 支持一點點想帶給大家 如果你不訂閱我的頻道 請按這邊 你支持我 如果你已經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按這裡的小叮噹 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佈的最新影片 By the way 如果你是喜歡我這個影片 請你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Share出去給身邊的朋友 不要忘記去我的Facebook Fan Page 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會有幾個推薦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進去觀賞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樣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那你就可以點擊這個投注來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影片的內容是做什麼臭的位置 それではまたね